戰爭進入第13天 而歐美制裁的政策 可能再度擴大 同時另外一個給臺灣社會 很大的啟示是 難怪當年美軍要打造臺灣 成為刺蝟島或者飛彈島 這個各式各樣的飛彈 主導制空權的攻防跟掌握 也使得臺灣社會 假設有朝一日遭受到軍事的攻擊 比較能夠守住這塊土地 沒錯 其實這次烏克蘭的俄乌戰爭 我們在臺灣一定要認真地看 這個戰爭的結構跟戰爭的節奏 就是過程 給我們的啟示是什麼呢 我們絕對要掌握指控權 我們一定要掌握指控權 而且我們有一個 臺灣海峽天然的屏障 對 所以這兩個東西加在一起之後 我就看我們臺灣 整個防衛結構怎麼樣 以前蔡總統上來的時候 國防部提出一個國防報告書 就是國防報說 我們臺灣的叫從城賀主 那時候講的從城賀主是什麼 是從濱海決戰到 兼敵攤頭到國土防衛 那時候是這樣講的 那這個概念呢 在蔡總統第二任期的時候 有調整了 已經不是濱海決戰 兼敵攤頭到國土防衛 我們又多了一個了 叫做距敵與彼岸 我們多了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從這個來談起 這個距敵與彼岸 最近那個熊身飛彈 這個媒體談的蠻多的 那熊身飛彈到底是怎麼樣的飛彈呢 以前我上電視絕對不敢講的 因為我自己的工作不能講 可是現在已經公開了 那我們可以拿來談一下 熊身飛彈應該就是傳說中的 熊二一那個名飛彈 就是所謂一個遠程打擊的巡弋飛彈 OK 好 那裡面講那兩件事 遠程打擊 就是跨海的意思了 我們講距敵與彼岸 就是我們在彼岸呢 當它在集結的時候 我們就先把它摧毀掉 或者我們發現它有徵兆的時候 就把它雷達火藥庫 甚至飛彈發生就把它摧毀掉 距敵與彼岸 好 這就是我們第一個很重要 我們手中有用的武器 叫做熊身飛彈 那現在可以公開談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在 那個將近2400億的 那個海空兵力整項裡面 要把它名列 我們才能明白談 這名列裡面按照媒體的說法 現在射程是1200公里 我們要看一下1200公里幹什麼 其實對台海作戰來講 射程600公里足夠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防範的是什麼 要反制的是什麼 是要反制它剛剛講距敵與彼岸 只要你在集結我就把你打掉 你東風15東風15要對台 我就把你打掉 這是我們所需求的 1200公里就有去了 因為600公里是長江以南 這個這應該要有 1200公里到哪 到北京 你幹嘛 這就有去 這也有威嚇力量 這個太源頭打擊了 而且我看這一場 烏克蘭的戰爭 我們的自製軍工產業也是重要的 這個跟糧食自主 晶片自主一樣 你第一時間消耗的是自己的 盟軍就算要調度武器給你 也不是像PC號一樣 24小時deliver 所以萬一你被圍堵了 叫你來店取貨了 萬一你被圍堵了 你要在自己的國土上面 有立刻生產製造補給的能力 對 也就順著林官講這點 最近中科院也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 就是中科院用自己的經費 不是外面變成 自己的經費挪出來 把中科院八十幾座的廠房 新建跟整建 讓我們整個飛彈的產能提升 雖然我們在去年立法院通過了 所謂的將近2400億的海空站的提升案 有它五年的tempo在那邊 但是經過這次中科院產能提升之後 完成的速度會加快 加快之後如果我們還有戰備上的需求 其實我們可以再繼續生產下去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們回到剛剛講說 我們除了遠程打擊之外 那我們防空 台灣海峽制空權制海權的部分呢 就剛剛講說不管是 濱海決戰或建立攤頭 基本上我們現在國軍18萬部隊 就擔任這個任務 就現一部的擔任這個任務 但是比較重要的是後面的一件事情 我們國土防衛的時候 怎麼樣讓我們的後備部隊 運用現在的標槍飛彈跟四箱飛彈 可以達到國土防衛的部分 那我們要再加強一點 好 我們稍後回來